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好各位弟兄姊妹们早 早 特别在座当中的有座画画的举手一下 有座画画 父亲姐快乐 我们切来祷告 谢谢主 为早上节省的时间 我们在山上聚会即将结束 研究在这里 领受信任点为在座的每一位父亲 来感恩在世界上设立的我们的地上父亲 愿我们每一位在天上 地上的父亲 能够帮助我们儿女 来应用他们认识 我们在位在天上的父亲 大礼我们的下面聚会 奉告按住耶稣基督的圣明祷告 好 我要你们坐好 帮我安全带 没有只剩32分钟了 因为已经开始 也后开始 在昨天给你们提到的是 一个圣房鼠脸记 马德丁瑶 我 各位 咱们自己各大五十大板 把咱们家的 草莓的事情圈抖露出来 希望昨天晚上的信息 能够让我们看见 在一个真假的福音的分辨当中 我们失去了福音 我们失去了一切 我们生活非常苍白无力 今天想用正面的角色 那如果今天 我们能够认识一个整全的福音 那我们的生活形态 应该展现成什么样子 这种生活上的展现 它应该在我们的形式文字上 做什么的改变 你们的讨论提纲里面 也给各位做一些分享 使用经文在 哥罗七书第一章 一到六节 我本来想讲到一到十一节 昨天我好像想了半天 实在是没有时间 所以我就希望 在外来的三十分钟 可能超时一点点 能够把我想要表达的信息 表达清楚 哥罗七书一章 第一节 奉神旨意 作为耶稣基督使徒的宝博 和兄弟提摩太 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 在基督里有衷心的领袖 愿恩惠敌安 从我们父神 我们的父归于你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常常为你们祷告 应听见你们在 耶稣基督里信心 并向众生度的爱心 是因为那给你们 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 就是你们 中间在福音的 道上所听见的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也传到普遍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如同在你们中间 自从你们听见 福音真知道 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在这个地方 不会看见的 是保罗写信 给哥罗西的圣徒 这个名词 在我们身上 很难用 咱们是圣吗 昨天晚上才把 咱们讲的义无是处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 这就是我们 在耶稣面前 借着耶稣基督里 我们在神面前的 一个地位 王是被分别出来的 而这群分别出来的圣徒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谓的中心点 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而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所展现出来的 生活形态 是有中心的 所以其实今天题目 可以分成中时和节时 中时我们是fatal的 在耶稣基督里面 这群有中心弟兄的 这群上帝的儿女 因此圣这个字 是被呼召出来的 是被separate apart 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也说教会 这个单字 是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 各位看见 其实教会 它不是一栋建筑物 教会不只是发生在 礼拜天早上 九点到十二点 那个三个小时 今天我们可以在 停车场上 我们聚会 只要人就有 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首 这个就是教会 各位 教会不是去的 教会不是来的 教会是我们的 我们是教会 我们的聚集 一群盟约 被福音呼召出来的群体 我们就是教会 礼拜天早上 并没有什么magic moment copic service 现在是有上帝的同在 但是周一到周六的 另外开门七件事呢 那人就是教会 因此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群圣徒 我们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 而在这个当中 保罗不断地感谢赞美 再次你看见 保罗的问案里面 一定是恩惠平安 他的最终节目的来源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平安 只有从父 只有从 我们的父来归给我们 他在祷告这个教会 为这个教会祷告的时候 他听见 今天第四节 他听见了一些东西 想想看 我们现在在世界上 我们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看着这个证据 对不对 但是我又想说 有时候做听证 可能比见证更难 因为大家会听见 哎呀 这个教会算得不要吃 那个教会不要吃 风证不好 风评不好 见证我们可以装 对不对 听证装不来 因为一传十 十传百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任何一个黑寒 任何一种 这种 说三道四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 但是保罗在 远远的 伊巴佛 这是伊巴佛传给他们 他听见了这个教会 所以第四节 想一想 今天 呈现华人基督会 在外头的教会 外头的人 他们听见了什么 他们听见了什么 他们能不能听见 他们能不能听见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而这个信心不是死的 是活的 就像我昨天讲 信心是抓住的 信心的对象 而这个信心的对象的表现 表现在爱心上面 像谁呢 像众生徒 一群有忠心 有见识的 一定是一群 像我们弟兄姊妹 有爱心的 像众生徒的爱心 而这群有爱心的 弟兄姊妹 可能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看见天上的盼望 我们刚唱的诗歌 我们要传讲神国的盼望 而这个盼望 是为我们保留存下来的 而这个存这个字 它的实态是 在keep on serving keep on guarding keep on saving 就是preserving 这是一个secured 一直secured 天上的盼望 所以盼望不会教我们羞愧 而且你可能会看见的是什么呢 马上也完保地讲出来的 信 忘 爱 这三件事情 任何一个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们 所活出来的 这种像耶稣里的信心 众生徒的爱心 天上的盼望 而且盼望怎么来的 这个盼望是你们从前 在福音真理的道上听见的 它的语气的对照是什么 是福音少翻一个字 就是真理的道 或者你们听见真理的道 cola就是福音 the truth cola the gospel 所以真理的道就是福音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还记得真理的道 福音是什么东西吗 昨天也分享过了 圣经的故事大纲 第一个创造 它的key word是平安 第二个所提到的 堕落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里面 第三个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终极的救赎 祂的道成肉身 待人受罪死利复活 但是我说过 这不是最后最后的故事的终极的结局 因为更新会告诉我们 将来的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 成为的样子 这是一个为我们所预备的心田 心地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这种福音 在哥罗西的教会接受之后 你看见这群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圣徒们 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第六节 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 然后呢 也传到福天之下 并且结果增长 这才是一个正版的福音 这才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形态 福音我们收到了 记得吗 先成 后传 传了以后呢 他们收到的那批人 也是成 然后传 成传 成传以后 就结果增长 不只是quality 还有quality 所以福音传到他们那边 这个真实的福音 很自然的就是教会的增长 教会增长的秘诀 就是在于扎根在这个真实的福音上面 没有无二法文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操作 我们要问的问题 教会没有增长 其实最基本的根本原因是 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福音 这让我想起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刚刚讲过 昨天讲过 是学园艺系的 在我学的园艺课程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做设施园艺 所谓就是用 做温室啊 做很多的栽培 我们去看 来增长这个作物 它的生长 其中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学习试课 那次我们没有到天里面去夏天 老师们带我们去参加一个博览会 经常的博览会会场的时候 第一个震撼我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棵番茄树 我再讲一遍 番茄树 日本人做出来的 那个树上 那个日本人 英文口音很重 我当时英文很长 我听了半天听懂了 他说这个番茄树上面 长了六千颗番茄 我再讲一遍 六千颗 哎呦 你这个还听得懂吗 搭了一个架子 就是那个番茄 就是一个大的庞子 就像一个 我找不到 我已经看不及 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类似 当时可以像我所看到的一个图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搭一个棚子 然后番茄就像密密麻麻的 就像一个网球场 呃 对 就这样排过去 我们为什么学这个呢 我们当时学的东西 叫做Hydroponica 叫做水根 就是由无土拆培 就是你看一排一排 就在Wisconsin 在Michigan这种很冷的地方 然后在温室里面 你看一排一排的这个番茄 然后有很多的管线 下面把这个氧分送进去 所以这种水根系统 它可以一年四季增长 非常快 它产量非常高 节省 然后它的水分里面 那个水氧 它的氧料里面的pH值 酸减值 氧气 都是温度 都是关在调高 所以你可以看见 这个后面就是这个氧料 就是接着这个黑色的管子打进去 下面再通气 就像鱼一样 只是养了植物 当时我们要学的一件事情 是其实老师在教导我们 学水根这件事情 我要告诉我们 任何一个植物最重要的地方 是它的根系 只要根系健康 这个植株一定会健康 他说一个健康的根系 像一个地毯一样 会厚厚白白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记得 那个日本人 他就把那个 就是像一个游泳池一样的 那个水根把它拉开 我就看见大概一公尺厚的 这么一个番茄的根 一排一大片全部过去 非常非常地险目 就像古兴来看的这样 这是一个小桶子拿出来 你可以去想象一下 这个白色的根 然后旁边你看 黄色的番茄的花 当我读到《科罗修一章六节》 当我想到我大学所学的 这样的课程的时候 我就在想 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 结石为了的门徒 在门徒培育 在门徒的招就 招就招就上面 我们今天所提供的养分 是不是就是福音呢 一个原知原味正统的福音 一定会让我们的根系健康 茁壮 那么我们的结果子 就是个自然现象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交流 做做的时候 怎么做这个做这个 做这个做那个 只要扎根在福音当中 而一群有忠心见识的 弟兄姊妹们在一起 这种结石增长 一定会向外传播的爆发力 因为生命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生命是跟它活出来的 所以这种结石类的门徒 让我们思想 这个福音它的宝贵 但是后面有一句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如同在你们中间一样 就是你看见那个第六节的后半段 它的字根意思是 如同在你们中间一样 就是这种增长 是在这个教会会用 在这个教会会用 在这个教会用 从什么时候开始 第一天开始 反正day one 如同在你们中间听见福音 如同在你们中间听见福音 同时还有一个字叫做真知道 这是过去这几天来 我想给你们挑战我们的 我们真知道了 我们真知道什么是福音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福音 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 不会发现任何作用 听见了真知道 这代表是我们开始预期来开始吸收这个养分 昨天晚上我告诉你 有时候福音就是不给力 但是不要怪福音不给力 是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真知道这个福音 第二个很有可能是我们所吸收的根本不是福音 因为我们宣传递的是一个山导物 所以我们变成一群面黄鸡兽 包包带骨的 其实我们需要福音 我们需要真实的福音 我也是巴不得如果我们真的吸收这个真实福音的话 教会它的增长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结果增长 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 当我们把福音来传给我们下一代的时候 首先反动自行的是 在我们现在的福音的吸收里面 我们到底是学到了什么东西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学的其实是金氏丰素里面所带给我们的 各位看过方的西瓜没有 就在温哥华超级市场里面 然后卖块加密一个 这是日本人做出来的 这个西瓜本来是圆的嘛 怎么会有方的西瓜呢 对吧 这个西瓜放膝带方便 他们我看过日本人他们做 就像那个瘟瘟一样打出来的带子 然后手一提 做一个红边就变得很漂亮的那种送礼的 膝带方便 运输的时候就接上空间不会过来过去 方的西瓜 原来是养在一个方的盒子里面 但是你看到你右下角 有没有 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的西瓜在那 这是他们的本相 有时候我在想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像这个方的盒子一样 借着这个世界上的世界观来压缩我们 想帮我们做成一个方形的盒子 或是想帮我们做一个方形的水平 这个在英文上叫做conform 叫做效法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相是个圆的西瓜 上帝照我们的形象 我们是应该活出来他荣美的形象 但是这个世界 却让我们要成为一个方的西瓜 而我们也居然搬运到这种Live 特别是我们华人知识分子 这种华人精英型的教会 华人移民 你不能怪我们 我们是知识华帅 我们是凭着自己的两把刷子到美国来念书的 但是这种知识华帅的 儒家思想的行为世界观 如果没有被福音来翻转的话 我们的父母会活成这个样子 我在网上找了这个图 这个小baby的时候 妈妈跟他讲说 你还6500天要考高考的 你算一下 17年6个月 我说我的天啊 这个孩子6个月 生下6个月就要开始一步到位 但是拉到美国来以后 我们希望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来美国 我们的父母干什么事情 ABS CAT段线可能ABS并不干 对不对 钢琴小跌琴 中 礼拜天待会12点以后 咱们去上中文学校 礼拜六学打sucker 学琴学跳舞 孩子不要你别人强 所以呢 自己脑洞大开 我问我们华人父母 做了一道菜 咱们中午吃这道饭 咱们中午菜单是这道菜 这道菜单叫做孩子 我要你别别人强 上品预算绑出的 因为万般接下品 华人父母吃的 怎么做法呢 怎么做呢 来 做 这个把它做出来 它的ingredient是这样子 第一个 儒家传统半斤 西方文化霸人 虎霸蚂蚁对 洋芋而领霜 摔葡萄机一瓶 攀比心态一高 把这些全部材料 倒进个好学机钢锅 用高速搅拌器 搅拌12点 然后放到个 藤校高压锅 喷煮4年 直到一个高度自我驱车 完美主义的年轻人 精神分裂 身躯无存 搭配白骨琴 风味更加 但是不要多吃 因为吃以后 沮丧臭折 心机焦虑 肺炎的绝望 弟兄姊妹们 我们的世界观 没有被改变 我今天很严肃地讲 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大切八块 五花大碗放在这个世俗的祭坛上 让他们经火来焚烧 我们把我们的儿女 献给这个世界上的亚斯塔路 献给这个世纳巴黎 我们还以为 我们在为我们的儿女 为他们安排 好好的下一生 别的世代 为什么不知道耶和华 我们的下一代 不知道耶和华 原因是因为 我自己根本不知道福音 我讲过 我不能够传给我的儿女 我所不知道的福音 我不能够传给儿女 我自己没有忠心去服侍的上帝 当我把我的儿女 成为偶像来敬拜的时候 你凭什么要说 我的子女 她将来会走在 耶和华中心的道路里面 Nonsense 原无求虑 一旦一旦的华人出走 我们父母要负最大最大的责任 包括我自己 所以是什么我们的回应 丢子们 首先我们必须要做一个 哥白尼式的属灵换围 太多时候我们的福音 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福音 耶稣来服务我 耶稣来救我 耶稣来做这个耶稣 没有错 从个人的层面 我们是谈到这种个人性的 但是 No Jesus is the king His way not my way 我们必须要做的是 哥白尼式的属灵 让耶稣成为中心 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成为我们中心 我们环绕着耶稣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保罗告诉我们说 不要笑话 你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Right 当全世界的人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用福音当中 走出一个真正的世界 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我们属世界 我们在这世界 不属世界的那种生活形态 就是我们今天的上帝 我们开头可以唱 这是天赋世界 我们的回应师都可以唱 这世界非我家 基督就生活在这两种章例当中 我们不能够笑话这个世界 而其实 弟子们们 窄路和宽路 其实是一条路 只是不同的方向 宽路找到的人多 通向的是灭亡 窄路走的人少 走向的是永生 耶稣基督今天呼召我们的是 不是走Browave 是走窄路 这种窄路 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笑话基督的人 Tona Lawrence 这是一个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 Ethologist 他在1973年的 纳贝尔奖医学奖 跟生理学奖得著 因为他在1960年代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 这个实验叫做imprint 我发现明印 鸣谢感谢金字 金明的那个明印印在心里的明印 就是小牙小鹅他在孵化的时候 那个蛋在那边孵化 如果那个蛋孵化的时候 他趴在前面看他 出来那一刹那小孩想看到你 他就认定你是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他就会跟他走一辈子 在这个图上你看见 这三只小鹅 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因为 康尔奖医学奖在孵化的时候 那时候看见他出来 他就跟他打走 动物认定了第一个移动物体 第二个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实验 他发觉这种imprint的明印现象 是一个window opportunity 是一个空窗期 大概一个礼拜以后 你再去跟他打招呼 他不理你了 因为他已经认定了 另外一个人做他的爸爸 弟兄姊妹们 我们有多少时间 可以来imprint我们的子女呢 我再讲一句非常严肃的话 今天我们不影响我们的子女 这个世界 they are more than happy to influence our kids 同意吗 if we don't believe our kids someone will 这个世界 他非常非常乐意 把我的孩子带到那条宽物里面去 怎么办 我们要效法 我们要明英文的儿子 所以 网络说 我求你们来效法我 他的动词是mimimomai 得到我们一个英文单字 叫做mimic 你来模仿我 今天弟兄姊妹们 在教会里面 你刚刚刚讲 跟弟兄姊妹讲 我跟周公司 周公司你来效法我 你会说我是纳克聪啊 但是你忘了我是圣徒 对不对 然后今天杨公司 或是跟肖立兄或是几位长老 你来效法我 然后你心虚 我昨天才在假装表现 我今天你来效法我假装表现 对不对 但是保罗讲的第二句话 你们该效法我 像我 效法基督一样 将军简单讲 在众底时 你永远在笑话 今天是父亲节 整整十六年前 我儿子十六岁那一年 就是这个时候 在我的桌上放了张卡片 宗教会回来以后 Father's Day 他刚刚也发了手机 因为你讯号给我 他说 Dear Daddy 前面讲的都是属于八股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Thank you for raising me When every time I need you You're ther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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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看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他说爸爸 我要效法你 But no Let me take you back 我要效法你 正在效法的那一位 十六年 我从来不知道 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 我也很希望能够成为 一个成功的父亲 但是我知道在我心中 毫无两善 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 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 我这个罪人的父亲 我如何在我的儿子面前 来带领他走向一个属于神的道路 可是他看见 这个不完全的父亲 愿意向他上帝 我就知道 因为他在效法上帝 他看见我在效法的那位基督 所以他愿意来效法 我知道我开始在我的儿子上 明映了耶稣基督 他认定了基督 这是我们要把福音传选下去的结果 一个平衡的福音 一个平衡的福音 中心的生活 也必须要有真理和教义的大主 所以我们谈到了很多这个大主 更重要的是遵守信仰的这种信仰的世界 你必须要有你的第一子 这两方面的能知能行 才能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看到 以福音为中心的这个平衡点 以福总说四章一节 耶稣说 既然蒙招你的行事为人 要与蒙招的恩相称 这个字Axion 是一个平衡的意思 你的行事为人 跟你的蒙招的恩典要一样 还记得昨天加开说二章 保博总说的 我吸引你们离开 那个在基督之恩 伤奴你们的上帝 上帝的恩是如此的 长阔高声的浩大 而你的行事为人 为什么没有与他搭配呢 不是用行事为人 来拥得他的救恩 而是上帝已经救了我们 那我们的行事为人 是不是应该跟他匹配呢 今天已经不是乞丐 而是王子 难道我们的身份地 我们的人行举止 不应该像王子一样吗 因为我们的身份变了 我们的本质开始更新了 我们本质被福音给了更新了 回到我在美国念博士的时候 我们学到的分子生命学这一方面 我们有两个这样的名词 在遗传学上应该叫做genotype 一个叫做phenotype 基因型跟表现型 在我们实验研究当中 有很重要的名词 就叫做genome expression 基因去表达 你有生命的DNA 你表达出来的就是一个生物形态 如果这个DNA是一个fruit 长出来就是一个番茄 如果DNA是一个fruitfly 长出来就是一个果蝇 番茄是水果 果蝇是果蝇 虽然都是果 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因为它的DNA本质不同 如果今天的DNA本质已经是 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们是不是应该活出来的本相 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本质的本体的整体表现了 所以信仰的时间部分就变成什么 我们有一个message DNA这个message 就是一个mRNA这个message 我们表达出来的expression 我们的外在行为 所以用信息和信差的概念来看 一个信差昨天去送信 礼拜六早上 他礼拜五晚上干什么事情 跟他礼拜六做的事情是无关的 他礼拜五晚上可以去吃喝嫖煮 他礼拜六早上能够爬起来 把信送给家门口就好了 他的工作跟他的生活是可以分开的 在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 我们的信息跟信差必须同合为一 这个信息才有convincing的力量 才能够有说服人的力量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榜牙 耶稣基督太初有道 他是那个message 耶稣道成肉身 他成为那个messenger 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multi-media 同意吗 一个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的 Logos的那种metaphysical的概念 居然成为一个赛度空间 有朽有落的人 站在我们人类历史里面 来向我们阐述什么是天国 当他站在本丢比拉高面前的时候 当本丢比拉高问他什么是真理的时候 那是人类历史上最荒谬的一个局面 你有没有想过 人生大才会都这样 What is the truth 本丢比拉高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第一次有机会 亲自听见什么是真理的那个人 但是去看约翰飞38节以后 He walked away 他跑到亚末外去了 而且我认为本丢比拉高问了一个错的问题 他问的是What is the truth 基督道的信仰里面最unique的地方 Truth不是一个what Truth is a who Who is the truth 而不是what is the truth 耶稣基督这位道成肉身的真理的本体 所以如果今天的教会是成为真理的助食 其实我们礼当要宣扬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所以我们是message messenger 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带领的message 能够匹配的 也就是六子们们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成为人家所读的第一本圣经 但希望你们不会成为最后被人家读的最后一本圣经 读完以后 很boring 希望他们打开我们的生命 我们成为一台戏给圣人观看 我们成为一封信 剑信给圣人阅读的时候 他们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这种奇妙的作为 然而神因着他丰富怜悯的大爱 把我们从过犯罪恶当中救出来 从前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这批人居然今天成为上帝的灵工 活时我们一起被建造在上帝的家中一个有灵有体的耶稣基督的圣体 最后给各位一个 不能讲一个 大概三个 以关心为导向的《门徒训练》这本书里面 提到的这种福音会中心的生活 以及在《门徒训练》栽培当中 我们所需要 掌握的三个大理原则 我希望我们的教育精子们能开始思考 第一个 关系的透明 我曾经跟你分享过 第二个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理的社群 第三个 我们必须要能够生命的守望 从关系的透明里面 昨天我已经跟你分享了很多的假装和表现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杯水 能够被人家看透 但是我又回到刚刚信息和信差的概念里面 这表示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必须一致的 我们人前人后必须一致的 我们线下去 我们线上就会被实施一致的 同时孩子的眼睛是血量 在家里头跟在家外头是一样的 不然家里还在骂孩子 还在骂太太 然后到了教会 说感谢赞美主 一张嘴巴 为什么可以同时curse我的孩子 同时来赞美我的上帝呢 不然雅各受假 也就是 我的手捷径 但是我的心清净 清洁嘛 我能够守捷心轻吗 我口尊敬我的上帝 但是我的心到底离上帝有多近 我们天天在搞这个所谓的 physical distancing 我很担心我们在搞 spiritual distancing 我们跟上帝有多远 第二个真理的社群 你要防止假装跟表现 你必须要像Charles Burton 在讲一句话 他说 A Bible that has fallen apart us will be into someone who is not 就是一个四分五列的圣经 通常是属于 那个非常完整的主人 就是这个圣经把我们翻案 我们真正浸泡在 上帝的话语里面 这个人 他的品格建造 才会有可能 但是太多时候 我们对于上帝的话语 我们不尊重 我们对于清妙代行的开果 李亚努迪说 The Bible will keep you from sin or the sin will keep you from the Bible 因此我们在教会 我特别为教会主要的同工们 这句话要跟我们一起来 彼此勉励 生活如同时钟 祷告是秒针 读经是分针 事奉是时针 但是只有秒针和分针 正常运作的时候 事奉才会有动力 基本功没有人能够替你做 基本功要我们自己做 我们可以装 我们可以表现 但终有一天 这个时钟会停下来 第三个 我们必须要做到生命守望 在北加州有这个红树林 你知道这个红树林 可以长到大概三十多公尺 三十多公尺 对 七十多公尺 大概 的高度 你知道它的树根有多深吗 你们想过这个树根有多深 能够来支持一个七十多尺的高数 一个大大的树 理论上在森林写上面 是这个树根有多高 这个树根有多深 但是红树林它的根就一公尺 但是你记住 你从来没有看过一根一棵的红树林 单独生长的 红树林永远是一片的 它们盘根节奏地在一起 让整个树林一起能够往上生长 弟兄姊妹们 我们刚唱诗歌 我们不完全 我们不特别 我们的根可能很浅 但是我挑战你 为弟兄姊妹们 你愿意愿意把你的根 跟别人的根 我们弟兄姊妹们一起在一起 生命是往上高 而整个成性教会 一起成为大树 让这种人来树析 我们一个人都很弱小 我讲过我们都是罪人 没有一个人是赛事 我们都有恩赐 但是弟兄姊妹们 帮我们一起聚在一起 为什么 就像这只乌龟一样 有一个语文是这么说的 When you see a fence a post with a turtle bounce on the top and that's called a post turtle 就是在柱子上 放了一只乌龟在那 其他下文是这么说的 You know it didn't get out there by itself 是有人把它放上去的 所以今天我要问的问题是 弟兄姊妹们 今天你成为 今天这样子的人 是哪些弟兄姊妹在你生命当中曾经帮助过你呢 那今天我们要问的是 那我们要如何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在生命当中 在河马的奥德赛的史诗里面 提过这个国王Odysus 要去打这个Trojan这个war 那么他从伊萨卡这个地区出发去参加 出了临行最先把他儿子 他来Manchus叫做一个监护人来观看 打仗去了十年 打回来再回来十年 二十年之后 回来的时候 发觉他儿子已经长得青年采俊了 很小的儿子 现在儿子非常的英俊 可以准备take over他的kingdom 他的传人也出现了 这个监护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做mentor 这是现在我们讲的英文的mentor 是来自于这个故事的缘由 也就是说今天你要帮助谁 来成为你明天的你 今天你有机会来带领人 今天你要继续来带领 下一个门徒是谁 在哪里 每一个人都可以带 你不要认为你自己不够格 因为圣徒这个概念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一同扎在福音的真理当中 我们一起成长 所以我就创造了这个acronym 我认为整个的门徒训练 或者门徒培育是一生之久的功夫 REPAT这个acronym repeat 第一个R是relational 我们必须真实地建立 真实地透明的关系 第二个它必须是 我们来经历耶稣基督的第一手的experience 不是人云亦云的二手传播 第三个这种亲身的经历 加深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同时当然我们中国人做得最好的就是 主书学教导上课 这个是需要的 但是在我们彼此之间 我们要形成一个aspiration 我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典范 你来效法我 像我效法耶稣主义一样 然后让福音来transform 我们每一个人都改变了 以后我们开始repeat the same process 这个人继续让下一个人能够经历耶稣基督的一点 这种repeat the process 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里面提过 你在许多人见着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要交通那个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有没有 你提摩太 我保罗教导那个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你看见属灵的四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这种代代相乘的重传的传递 先乘后传 先乘后传 表示我必须要能够传给下一个人我所认识的 我知道 和我在实践遵守的福音 没有别的博尔法 你不能够假计别人 你不能farm out 你没有accountract给别人来做这些事情 only by ourselves 我在康奈尔大学刚刚信主的时候 使我跟大哥和大姐姐推荐我读这本书 《基本信仰与超贩生命》 杨木古 牧师 香港 在那个书里面 有一段话深深地出了我 他说基督教的信仰要有圣经的真理 个人的信念 内心的经验 外在境界的行为 它包含了上述四项的总和 缺一不可 有真理要有基督 是一种跟随 效法基督 以及实践基督 耶稣命令的生活方式 这是一个lifestyle 这是一个一生之久 跟随耶稣 效法耶稣 遵行耶稣基督命令的生活方式 这是福音的本质 祂所有求于我们的中心 使我们要来效法追随耶稣基督 以至于当我们自己把根扎在这个上面 我们的自然结果 这是一个natural product 我们非常熟悉的视频一篇三节 我们像一棵树 再来溪水旁暗示结果 暗示 in seasons 不是我们用力去结果实 时间到了 自然结束果实出来 自然结束果实出来 业子不枯干 所做的事情 尽头顺利 我一直把我以前的 植物生理学的书 拿出来翻一翻 就找到了当时我们学 开花的时候 番茄的花 在里面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 有一个专业名叫做 days post emphasis 开花号天数 大概八个礼拜 番茄从寿粉开花结果以后 你就发觉大概八个礼拜之后 它就变成这样的番茄 在这个座里面给我一个深深的信念 就是神开始动善功 祂一定会把它完成的 因为我知道我所教导的是谁 所以丢子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在今天这个图上 是属于不同的阶段 你可能生命很缩小 你可能刚刚在信主 你可能还很青涩 我们可能信主稍微久一点点 我们可能开始变红了 还没有纯 水分 羊分还不够多 但是只要 只要弟兄者们 只要今天我们连在这个知识上 而这个教会建筑在 这个福音的真理上面 迟早我们都会成为那个出手 成熟的果子可以献给耶稣基督的 要有这样的信心 只要你abide in Christ 列于基督 我非常相信 弟兄者们 我也相信 全新的基督教会 还是进行会 我们有一天 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教会 这个福音传到我们这里 我们也会传到天下 我们看到传出去的那个教会 那些弟兄者们们 他们过来做同样的事情 从他们听见福音的真道 他们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 真正真知道 什么是上帝的恩典的日子 就像这个教会上面 这个树上面 我们有人很红 有人不红 有人绿的 青的 但是弟兄者们 我们都好像同一个方向迈进 我们都好像一个脱离了这种 我们熟练通达 我们就是不在婴孩的部分 越来越成熟的这样子一个阶段 所以我希望在这次的分享里面 我能够借着这四十的信息 来鼓励各位 首先我希望能够认识到福音 它真实的本质 第二人看见福音它的宝贵 我们能活出这个福音它的能力 我也希望下山之后 每一位我们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们能经历福音 在我们生命根基的工作 一直下到山去以后 这个教会能够成为 一个福音为中心的教会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本书 叫做福音为中心的社群 如果下次有机会 再给你们分享里面的内容 既然讲到教会 我想最后再做一些勉励 已经超时了 不过我想最后这几个 我心里的话 要跟你们来分享 反正炒话家的钱 下次不来了 既然开个手教会的任务 是借着忠实的基督徒 将我们的生活 将不可见的国度变成可见 invisible kingdom变成invisible 一句丁子们们 我们教会是一个被护装出来 来忠心宣讲福音的群体 为什么 我就取了一个想的这个名词 教会要以福音得罪人 听懂吗 双关羽 教会用福音去得到罪人 但是如果福音 我们真的传了原知原味的福音 而得罪的那些人的话 我们至少给他们一个拒绝福音的机会 right 因为实在要讨厌的地方 实在是很令人讨厌的地方 如果我们传的不是那个福音 加莱说五章后面告诉我们 那实在要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我们通常把神价太过美化成为一个装饰品 但是这个死刑的工具 却是上帝在余卓人 世人看来余卓的当中最高的智慧 他直接指出我们的破碎 我们的软弱 我们这一群乌合之中 但是美就美在 在这个肮脏污秘的剧情背后 上帝居然把我们这一无核之中 成为一个无瑕疵 无玷污的典病的心腹 用圣言洗净教会 为什么 因为耶稣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我们将来要献给新郎的 教会用福音去得罪人 得人如得云 把这一批罪人 全部拉到我们教会来 我一时候在想 像Tim Tyler讲的 为什么咱们教会都是大儿子 小儿子到哪去了 今天的税吏 娼妓 这些罪人 世界上的边缘化的民族 到哪里 那些人群到哪去了 为什么咱们坐在这 全是盗闹爱人的大儿子 人在草淫 心在汉的大儿子 一个根本不认识 耶稣基督天赋恩典的大儿子 在教会里面做的座物叙席 而真正需要 两批人都需要听福音 另外一批经福音的人 却没有进来 思考一下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是世上的光 我们是beeing the salt beeing the light Just that 他这么说 他说我们不应当问 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诊断已经有了 而且我们应当问 盐和光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黑夜来临 房屋很黑 怪房子没用 因为太阳下山 必然会如此 问题是光在哪里 如果肉变坏了不能吃 怪肉也没有用 因为只要允许细菌滋长 肉一定会变坏 问题是 盐在哪里 今天我们咒诅黑暗 我们是光 我们没有去照亮的黑暗 今天我们骂这个社会 因为道德沦丧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那我们在干嘛呢 因为盐可以尝 光可以看 对不对 盐不能够失去它的味道 光不能失去它的光辉 很有可能 今天这个世界的腐败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个possibility 我们根本不是盐 或是我们是失去了盐味的盐 因为我们没有听清福音 我们不知道福音 我们不真知道福音 所以我们没有盐的功能 所以这个世界腐败 第二个可能性 我们是盐 但是我们这个盐 却树诸高可 我们并没有倾倒在这个世界里面 弟兄姊们今天下山 我鼓励各位 把我们自己倾倒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成为又有贤味的基督徒 贤得不得了 每一个碰到我们的口渴 都高血压 贤得不可以 他们好口渴 然后他们愿意去和耶稣基督 从肚腹里面所流出来的 活水加河 彼此无礼 我们去打告 天父恩待我们在 这个动荡和弯曲悖虑的时代里头 人人需要听福音 人需要听 遇见耶稣基督 我们这一群在耶稣基督里面 被神自己祖宗家 输会的儿女们 我们愿意在这个乱世里头 来持守我们儿女的身份 勇敢而有智慧地 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 向这个世界来宣讲 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只是口上的传 而是行动里面的展现 以至于我们这群信差 能够忠实无谓地 将你的信息 忠实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形态里面 让福音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让福音成为我们的生活中心 让福音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 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下到山去成为主耶稣基督 你自己恩典事情流通的管道 感谢主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 阿们